透过水下录音 听见大潭藻礁潮间带枪下准备猎食的声音 显示藻礁能带来丰富的鱼耳资源 但就怕中油三阶开发案会影响生态 研究团队从2018年3月开始 耗时将近一年与当地钓客合作 对鱼群种类及数量进行分析 明显看出差异 除了生物多样性 大潭藻礁也是全球一级保育类 柴山多杯孔珊瑚最大族群7地 研究团队建议应该将保护区从永安 延伸到大潭居土区保护珍贵的生态资源 大约新闻高一林柯庆志台北报导